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中移动941 简选原因是上海等地的疫情反弹 加上新经济股阿里巴巴、腾讯租监管当局的储罚等影响 拖累港股的投资气氛 同指创出近三个星期低位 港股上升动力明显减弱 策略适宜继续趋向保守 个别据稳健盈利和派息增长股份 中移动可以在这个阶段有望跑赢大使 中移动是内地最大的通讯服务供应商 截至5月底移动业务客户总数是9亿7千万户 当中5G的套餐客户接近5亿户 5G的渗透率较2021年底提升接近11个百分点 到51.2% 受到5G渗透率加快 集团去年整体移动每用户平均收入 即ARPU 按年债上升了3% 去到48.8元人民币 网根士丹利就预测 中移动在基本情境下 今年的移动ARPU会增长2% 在牛市情境下ARPU就会增长2.5% 随着5G用户增长预料会带动ARPU进一步回升 推动盈利增长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中移动今年的盈利按年上升7.9% 去到1254亿元人民币 未来三年盈利年复合增长率接近7% 2022至2024年 预测股息率分别是8.6厘 9.8厘和10.7厘 中移动昨天收报49.2 较2月份高位56.2厘 回吐超过1成2 现股值变得吸引 走势上中移动今年以来 呈收窄三角形的走势 策略上可以hold三角形底部大约是48元级纳 先上望三角形底大约51元 中长线参考大行级与其目标价 即大约71元 跌穿三月低位大约是45.3 就适宜减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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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